澳洲世界第四百天,现在到了澳洲第四大城市,珀斯,也是他们的最西边 这是他们的市中心CVD,以前对澳大利亚人少没概念,这是真没啥人呐 这两哥们应该不是流浪汉,应该是过来穷游的,你看他们的装备还有干净程度 我真该向你们学习,真会省钱 当地的共享交通工具,电脚踏板车,是挺方便的 国内有没有搞头,感受一下物价,据说比新加坡更高更离谱 一瓶可乐要20块钱呐,这种这么小的泡面都要15块人民币 早餐糕点都是20块钱人民币起步,太贵了这物价 难怪刚才两哥们睡马路边 他们的可乐跟我们也没啥区别啊,连叉子都不给,真小气 他们的方便面一点都不方便,我这咋吃啊 想尝一下本地的特色带鼠肉,今天周日全关门了 按道理来讲,周日是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商家全关门 有钱都不挣,这么百啊 路边有个四川小面馆,先整一顿,垫一下肚子 还挺贵的,算下人民币平均每一份六七十块钱 这一碗85块钱,十二颗,七块五一颗的操手 不好吃都要说是好吃 太贵了 本来到这边想要买个自行车,骑行款游澳洲的 但有人跟我讲,澳大利亚上面,臭养成穿了,紫外线巨强 这边得皮肤癌的人巨多,劝我千万不要骑车,最好还是开车 这不玩犊子了吗,租车公司复活节放翻天价 透过网上随友的帮助,终于找到一家吃袋鼠肉的了 这还是个海景日落餐厅 人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日落火遭云 太美了 好像油画一样,一点都不真实 这应该就是全世界困得最差的国宝袋鼠了 尝一下 这看起来跟牛排差不多 没有网上的那些,说的那么的夸张又臭又精致的那人 没有 跟吃牛肉差不多,但比牛肉柴一点,臭可 这顿吃了435,日落价值400,不亏 这里是他们每周日开一次的夜市 都是老外 这玩意是免费的,试一下新颖的蹦逼方式 这还挺好玩的 比去夜场梦迪好玩,太害了 你等我回国 我绝对去夜市整个一模一样的 老有意思了 还有一位现场乐队表演 合呀 一千五百块钱的房间是怎么 那年这BTS们 Politics 一千五百块钱的房间是怎么样的 哇 纯诈骗 一千五一碗就这几个菜 太抠了 换国内一千五的酒店 他能给我上个满汉全席 夸二百五十块钱人民币 买了单程 然后上老鼠岛看世界上最小的袋鼠 据说老可爱了还会笑 岛上租一个这样的自行车宽游 要一百五十块钱人民币 这不抢钱吗 出发啊 寻找袋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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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岛上的海滩也不错 好适合过来浮潜游泳 晒太阳 好美啊 好看 爱看 登到我轮子的冒烟了 终于找到你了 你好啊 又来了一只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喝水 他真的会笑耶 叔叔好可爱 叔叔好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啊 叔叔好可爱啊 哎呦 好萌 坐船回去又要200 酸爽 我都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睡大街了 我今晚都想在这睡了 太贵了 而且在澳大利亚能危险你生命的 不是野生动物 也不是什么毒蛇毒虫 是本地土著 因为历史的原因 这里是被殖民的 当地承认了殖民的时候 对本地的土著造成极大的伤害 出了一系列的法案去保护他们 相当于来说 他抢你 甚至捅你 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也没有任何事 看来外国的月亮 也不一定很圆嘛 咱们 备